畫面中可以看到大車副駕駛座 整個嚴重變形 已經殘破不堪 後面還有一輛黃色連結車 追撞上來 擋風玻璃全碎 車頭凹陷 事故地點就在國道一號南下 高雄岡山路段 現場共有五台車 連環狀造成五人受傷 其中一名六十五歲男子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先來聽一下當時狀況 事發在二十一號深夜十一點 這一撞國道上交通嚴重阻塞 只剩下一線道能通行 根據瞭解 當時黃姓男子駕駛連結車 負面原因追撞上前面轎車 導致轎車失控 停在路間 但連結車還沒停下 又接著往前追撞三台車 最後五車撞成一團 至於詳細事發原因 還得再釐清